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澳洲ANC这道题 那这个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 现在有三个人 小雅 小辈 小周 我们简记成这个ABC三个人 他们工作呢 小雅工作三小时 小辈是四 小周是五 但是小雅他工作的比较快 例如说一个单位时间 他可以搬五本 小辈只能搬三本 小辈周只能搬两本 所以呢 虽然他三小时 但是呢 每次搬五本 这样子以一小时来说 小雅的工作量呢 其实是相当于15个单位 那这边呢 是相当于12个 这边相当于10个 所以呢 最后他们搬完的书的总量呢 大概是15比12比10 好 那我们就把它想成这个15份 好 我们一般呢 会设成一个这个T 加12份 加10份 这样子呢 会等于999 所以我们就会有37个T 等于999 因此T呢 就等于999除掉37 答案就是27 好 那这个是一个单位 好 那现在呢 小雅 小雅的话呢 就是搬了15个单位 所以15乘上27 等于这个495 所以T 对 所以T呢 就是要先想清楚 这三个人 他搬的书的总量比是多少 把总量比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算出 个别单位 接下来呢 就可以算出 每个人所搬的这数量 我们吧